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大新闻将为您带来五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伯逊独家专访王静瑜 为正义发生是心中不变的信念 在中国政府日前公布去年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死亡的解放军官兵的消息后 2月19日至22日 中国警方以侮辱诋毁英烈为由至少追捕对此提出质疑的七个人 其中包括现居欧洲 具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的王静瑜 2月21日 中国重庆市沙瓶罢区警方称 网民FSCB8在新浪微博评论区发表诋毁官兵言论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其网上追逃 该网民系重庆市沙瓶罢区人王某男 19岁 2019年7月至今旅居国外 王静瑜一共在网上发出三则评论 内容大致是第一条解放军死得好 印度人这件事干得好 第二条是中国难道就死了这么几个解放军吗? 第三条是如果中国政府讲的是真的 为何这么久以后才发出这个新闻? 博讯记者联系了目前在欧洲的王静瑜 谈及近年来中国民众言论自由遭当局清场是压制愈发严重的现象 王静瑜认为 中国现在的言论自由度真的是跌入谷底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民众的生活 当局耗费了很大财力 人力 物力来进行维稳工作 其中很大一方面就是言论自由 当局企图使用刑事手段 对不同政见的人士进行迫害 并且还会对这个迫害过程进行大肆宣传 比如所谓的警情通报 如果人在境内被捕了 还会把你被靠的审讯照片在官媒上进行发表 迫使中国人民知道只要说共产党不好就会被捕 迫使人们不敢发声 巩固这个邪党在中国的地位 妄想永远统治中国 北京将于3月1日实施新的刑事诉讼法 破坏英烈名誉将被处以三年以下刑期 王静宇指出 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日后赶在公共社交平台谈论英雄 烈士的发言者越来越少 赶去传播真相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有 对于北京将实施的这一新法 王静宇认为 因中国和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法律 其他国家的法律我认为是用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以及国家秩序还有限制官员权利 中国的法律 简单的就两个字 维稳 与香港相似 中共意识到港人可能会对他这个邪党政权造成威胁 所以他就颁布国安法 中共一向就是这样 以刑事手段来迫害中国公民 目的就是企图让所有人都害怕 让所有人都保持沉默 让所有人都生活在他这个谎言的世界中 王静宇也在推特上表示 自己不惧因言获罪 我还想表达的是 对他打压人权和迫害维权人士的行为表示愤怒 在被中国警方列为逃犯的几天来 王静宇受到网民的猛烈抨击 被说成是诋毁解放军 是卖国贼 看奸 他和家人的个人信息 姓名 出生日期 家庭住址 父母工作单位 手机号码等也被疯狂人肉 王静宇说 他不会回中国 未来依旧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继续在墙内多发声 因为我在海外发的一些言论 包括我的推特 Facebook 其实中国很多人是看不到的 我认为我讲的这些东西可能99%的人不理解我 但是如果能让1%的人清醒过来 我觉得都是很有价值的 王静宇称 当地警方正在对他的父母采取监视居住 其父母均为国企员工 目前都被要求停职配合调查 身在海外的王静宇很担心父母的安危 唯一让他感到宽慰的是 父母很支持他 没有责怪他一句 父亲还对他说 不要放弃你的理想 你不能临阵退缩 你哪怕是要死也要死的光荣 历史会记住你的 从我出生开始 从我有认知开始 父母一直都告诉我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党 从小开始我的父母就这样跟我说 你在学校里面只能学习科学知识 一旦老师讲跟中国共产党有关 跟中国政府有关的你就可以睡觉 从小 父亲就教我翻墙 给我讲被官职改写的历史 要我不要相信中国媒体的报道 王静瑜并不认同中国官媒口中对英雄的定义 像杨家这种维持正义 不畏强权 打倒恶势力黑社会 甚至献出生命的人 在我心目中才是英雄 选择用公开自己财产信息去回应网民的质疑 是因为他敢于面对所有外界对自己的诋毁 为正义发声 是我心中的一个信念 我会继续发声 我也相信 其中也不乏有和我一样 知道真相或者知道部分真相的人 王静瑜表示 历史会记住正义的一方 这就是我的回应 王静瑜坦言 自己近期从美国到欧洲的目的 是在帮助与其志同道合的海外民运人士一起捍卫民主正义 我提供资金或其他方式去帮助海外民运人士 就如同这次我到欧洲来 也是因为认识了几个人 我因此从美国飞到欧洲这边 给他们提供帮助 在这个期间我也是给很多民运人士提供了帮助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美国众议院凌晨通过1.9万亿美元新冠病毒疫情疏困法案 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拜登总统的1.9万亿美元的疏困法案 该法案旨在为商业 政府和因新冠病毒危机疫情影响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提供援助 27日凌晨 众议院投票结果一党派划线 略占优势的众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通过了1.9万亿美元疏困法案 议员们27日凌晨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中以政党划线投票 以219到212的投票通过了该法案 法案通过众议院是拜登踏上了自1月20日 上任以来的首次重大立法胜利 新冠病毒疫情疏困计划 现在一道均分一百人的参议院 民主党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拥有关键的决胜票 民主党人在国会占微小优势 他们认为这个措施是恢复经济 并与新冠病毒大流行抗争所必须的 大流行已经夺走了51万多 美国人的生命 共和党人大理支持以前的熟混支出 但是说再加1.9万亿 实在是太昂贵了 该措施涵盖了疫苗和其他医疗用品的费用 并向大多数美国人提供1400美元的直接付款 他还向地方和州政府 以及受到大流行病影响的商业部门提供紧急财政救济 例如饭店和航空业 该法案将紧急失业救济延长至8月 增加了减税措施 以降低低收入者和有子女家庭 并向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 该法案的最终版本将联邦最低时薪 从7.25美元提高至15美元 但是这一条不太可能获准通过参议院 参议院的议员26日表示 必须按照参议院规划要求 从议案中提出该提议 参议员伊丽莎白麦克唐纳的决定迫使民主党人 在共和党的墙面反对下寻求最低工资提案通过的其他途径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6日表示 民主党人不会放弃提高联邦最低工资 佩洛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如果由于参议院的规定而没有成功 我们将坚持下去 直到不久之后通过15美元的最低工资 我们才会停止 民主党正在经由特别规则 绕开冗长阻挠 意味着如果他们能够团结 将不需要共和党的投票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纽约证券交易所 启动中国大型国有石油企业中海油公司的除牌 纽约证交所26日决定根据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去年11月签署的一个行政命令的更新 开始正式将中国大型国有石油企业中海油有限公司除牌 根据财政部1月27日发布的指南 对中海油的禁令将于3月9日生效 即该公司被列入禁止美国投资的名单后60天 不过 纽约证交所没有透露完成除牌的目标日期 特朗普政府去年已经对华盛顿方面认为 由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中国公司采取行动 加大对北京的压力 纽约证交所表示 中海油有权对该除牌决定提起上诉 交易所将其收到的任何上诉加入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的申请中 在所有程序完成后提交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美国公布解密情报报告 沙特王储批准杀害记者卡书籍 美国26日公布了一份解密的情报报告 这份报告专门指出 沙特阿拉伯王国权势显赫的王储穆罕黄德本萨勒曼批准了在沙特鲁土耳其领事馆残杀沙特异议人士 和华盛顿邮报记者贾迈勒卡书籍 卡书籍2018年10月2日 被诱入沙特鲁伊斯坦布尔领事馆 被与王主有关联的特工人员杀害 他的尸体被肢血 遗骸至今仍未找到 利亚德方面最终承认卡书籍是被误杀 并称这是有人擅自行动 与王储无关 人们经常用MBS的缩写来指代王储 自从2018年末以来 MBS在卡书籍被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直是媒体报道的话题 26日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利尔海恩斯 在一项声明中说 这份报告与情报界进行了协调 信息已尽可能解密 同时仍然保护情报界的关键来源和方式 美国总统乔拜登25日与沙特国王萨洛曼通了电话 白宫说 拜登与萨洛曼讨论了地区安全 包括在联合国与美国领导下 重新展开的结束野门战争的外交努力 以及美国帮助沙特阿拉伯在面与伊朗结盟的组织攻击之际 协助捍卫其领土的承诺 白宫关于这次通话的新闻稿提到几名沙特业美国活动人士 以及沙特妇女活动人士卢颜哈特勒尔最近获释一事 并重申了美国对普世人权和法治的重视 新闻稿没有提及有关卡书籍的报告 特朗普政府拒绝接受议员们提出的公布这份报告的解密榜的要求 当时 白宫的优先事项是对沙特的军售和在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 不断升级之际巩固于沙特的同盟 伊朗是沙特在该地区的对头 第五个新闻事件是中国老龄化趋势明显 延迟退休改革方案已建在弦上 中国官方数字显示 未来五年 中国老年人口预计将超过三亿 劳动人口大幅减少三千五百万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6日表示 正在与相关部门研究具体的延迟退休改革方案 中国人社部副部长尤军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被问及人口老龄化及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 他说 实施渐进式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有利于中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也有利于增强社报制度的可持续性 更好的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延迟退休年龄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 近几十年来 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的提高了退休年龄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退休年龄普遍都在65岁以上 尤军表示 将在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和经验 考虑中国现实国情 文化传统以及历史严格的基础上找出最佳方案 在回答有关养老保险体系的问题时 尤军说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中国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中 作为第一个层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基本健全 作为第二层次的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制度已初步建立并在逐步完善 作为第三层次的个人养老金制度还没有出台 中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2019年底 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约为18% 预计在2021-2025年期间 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 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发展报告2020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预测 截至2050年 中国将有接近5亿老年人 2020年底中共19线五中全会通过十四五规划 2021-2025年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 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中国下星期即将召开两会 会议或将关注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除老龄人口增多外 中国的出生率率创新低也是人口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近年来一直在鼓励生育 2015年的中共十八大第五次会议公报 更是指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但是政策的改变似乎并没有为中国提高出生率带来多少动力 根据中国公安部的数据 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 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计一千零三点五万 同2019年相比下降了约百分之十五 这一数字也比2020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少了近六十八万 分析人士认为 近年来中国的住房 教育和医疗成本过高 加之就业歧视等社会问题 成为了很多中国人生儿育女的绊脚石 据路透社报道 财政部的一位高层此前曾在内部会议上 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及出生率降低表达了担忧 渐进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必须与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相结合 中国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 每年一般公共预算要补贴的养老金部分这些年一直在增长 长此以往财政很难承受 他还提到 虽然中国二胎政策已经放开 但养育成本太高 政策应该从降低普惠养育成本入手 现在是生不起养不起 涉及人口的政策要快起步 再不起不可能就要出台生育补贴了 大家可以算算从计划生育到生育补贴可能用多长的时间 形势不等人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